方法解决这个钢举木章,钢是什么?钢就是2758文件 木就是合统还是武统,是北平方式,还是用天津模式,还是用克罗米亚模式 这个问题是木的问题,不是钢的问题 是治标和治本的不一样 治本就是2758国际法的决议 国际法高于中华民国宪法,高于中华民国宪法,高于美国的国内法 要不然你美国不要这个2758国决议,那就不要联合大厦 把联合大厦搬到海南岛来 我们在海南岛给它重建一个联合国大厦 我们把海南岛建设的一定要比台湾好 海南这个自贸区 我在40年前建设了深圳 我们深圳的开放流 时间就是今天效益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厂 我是第一家中美合资厂的副团长 也是第一家和中美合资资本充足 建设富华玻璃厂的供应器杰的中方总经理的助理 所以说美国,我们在美国学习了软件的computation IT这个技术 我们也学习了美国资本充足这个管理的思想的方法 资本充足互利双刑的方法 这正是因为我来到美国联姻 感恩嘛 所以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是用我在改革开放40年所有的钱积极地下来 我买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房号叫做1905 1905呢,是什么意思 1905年孙中山和中国的文部教育家 严富在伦敦见面的时候 他们说中国问题怎么解决 孙中山说用三民主义的方法 革命的方法来解决 严富说要用教育的方法 因为这个中国人的很 这个没有民主概念 要用教育他们教化他们 就产生民主思想 但是到现在这个中国的民主问题没解决 中国的民主还是